议员说根据中央公布的资料 北市长者接种率六都倒数第二 原因是什么 还是中央的数字有混淆呢 疫苗的接种 从一开始 我们从85岁这样的长者 一路打下来 其实中央的指示非常清楚 疫苗接种 不限涉及与否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台北市来讲 有很多中南部的长者 到台北来跟孩子住在一起 不要为了接种疫苗 还要签户口 甚至还要遮抽劳顿 还要去移动 回到中南部去打疫苗 所以我们每一次 只要公告 市长都一再的强调 我们在台北市接种疫苗 无论是议约的 或者是电话登记的 都不限户籍 所以每一批 我们都有做一个核算 大致上都在14%到15%左右 所以把这个数字 你现在说 本来讲说不限涉及 现在要回过头来去统计说 每一个县市 涉及的打了多少 比例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没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是 只要在台北 我们让每一位长者 都可以接种疫苗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这些数字 我想看看就好 应该还是要 真的是 把重点放在 如何让长者们 都能够接种疫苗 才是最重要的 4% 不需要